新时代9小时胶囊旅馆 到底值不值得入住呢? 哇,这里简直就是 我有极高空气症 我敢往下看 嗨,大家好 我是住在日本的Kojang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就是要来带大家体验一下 靠近东京铁塔冰松丁站的 9小时胶囊酒店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这地理位置非常的棒 就靠近东京铁塔这里而已哦 它的景观非常的漂亮 等一会儿带你们进去看就知道啦 那如果你们是对东京住宿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继续往下看 还没有订阅关注我的频道的朋友们呢 也请大家在这个底下 替我按个订阅关注 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就出发吧 Go 日本胶囊旅馆的窝迹生活呢 让人联想到只有一个自在 还有压迫感 那这日本9小时的连锁胶囊旅馆呢 会让你颠覆对胶囊的认知哦 接待了比较多年轻的旅客 更是解决了更多 短期商务出差的上班族们的问题哦 走 打卡出站 带你和我一起去体验一碗性价比超高的 胶囊旅馆哦 那我现在就已经到达了 这胶囊旅馆正门这里咯 整栋楼呢是坐落在于 东京冰窗町站附近多处 大夏宜公寓之间哦 前面就是JR站了 然后呢就是往这边的话呢 就是要去到东京铁塔 所以我觉得是超方便的 它这里的9小时的概念哦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一个小时让你熟悉 一个小时呢是让你整理这样子的化妆 七个小时呢是让你睡眠的 所以呢其实它设计出这个9小时呢 是有特定的意义在 听起来是不是超级的酷炫呢 那这里的设计呢是非常简约的哦 黑白两种色调 办理入住登机之后呢 管理人员呢都会给你一张QR Code 专属房卡哦 那这张房卡呢是专属你自己的鞋柜 行李柜子还有仓位的号码的 那进入胶囊窗楼层呢都需要用到这张卡哦 那我入住的是女子专用的胶囊区 由于男女楼层的不一样哦 所以呢淋浴间以及厕所都是男女分开的 连着电梯都是女子专用的哦 完全不用担心有色狼误入 所以对于女神自己一个人来住的话呢 会感到十分安心的 这里总共有10层 第一层呢是登机处移淋浴间 369层呢都有各自的胶囊握室一字物柜 那第6与10这两层的话 拥有空间超大的休息室哦 这间胶囊呢完全不用担心受到别人灯光的影响哦 储物柜以及胶囊区呢也是被分割开来的 完全不用担心被其他人收拾东西的声音呢被吵醒哦 好那现在呢我叫扫码房卡上的QR Code 打开置物柜啦 那这置物柜呢是可以容奈一个小行李箱以及私文用品哦 这块板子的话呢是提供放鞋子的哦 在那儿我身体的地方就是它有小人免费用这一袋的东西 把宝宝全部放进去 那这一包黑色过夜袋呢是方便我们要去领域间的时候呢共同鞋带的 里面呢是有包含的旅馆是提供的一套睡衣 里面有一个纳纳图 牙刷拖鞋一次性的毛巾还有吸水脚踏垫哦 进入之间呢必须要先换上这一个一次性的拖鞋才可以进入胶囊卧室哦 这个是它的那个地面图 画的蛮详细的 等下我睡的胶囊在这里 来啦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太空舱也就是胶囊了 那进到胶囊去呢必须得输进哦不能大声说话 那看样子呢感觉就像睡在这个太空船穿梭时空这样子 每个座位前呢都是有标记这座位的号码 分向下两排 那我睡的是下面这一排哦 一听到这个胶囊呢可能会让人想到就是又急又小的空间 但是这里的胶囊呢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就是一张单人床的大小 那真正进去空间里面的时候呢并不会感觉到压抑的 那我觉得说的话呢是非常的阔 它不会很窄 大概是1.7米身高左右吧 当然坐着抬腿完全都没有问题哦 再把这个帘子呢拉下来过呢瞬间变得很有安全感 拥有自己的十元空间了 那胶囊里面呢是设有了Panasonic的USB电源插座 以及灯光调节纽哦 能够调节温度光线的一体化 调节的系统哦 然后电话放在这里 它总共有两个地方是可以让你放东西的 生活用品呢非常的讲究 而且呢非常有人性化的设计哦 再来就是一定很多人会问的 这胶囊好不好睡 床位对我来的时候其实蛮大的 坐着头顶呢还有很大的空间 床垫呢软硬刚刚好 它家枕头呢也是有很大的学问哦 有四种不同的材料呢组成分为六块区域的 我觉得这种整盘超好睡的 现在带你们到其他楼层的领浴室看看哦 总是感觉厕所呢都蛮宽敞的 进去浴室内呢这里配有了足够基本所有的领浴的用品 那各个携手台下方的位置呢都设有了吹风机 这点还做得蛮贴心的 现在带你们上去六楼 原来六楼也是卧室来的 这里不错耶还有那个地方 这边就可以看到别的大厦了 这是包克力的 我们去看看一下吧 哇 水光 哇 全部大厦 看不到我的中金铁塔耶 这里总共会有十层 那我带的这个地方呢是第六层 好 那我现在呢就上到了第十层 这里呢就是我指的超大空间的工作休息室哦 中金铁塔就在那边 是吗 火箭还是飞机 这个楼呢 超棒的 还设有了超小的洗手盆呢 那这边呢也是有一个包坑 哦 超美的 石楼超漂亮的各位 我真的很强烈推荐来到这里住耶 你看 这对面就是 东京铁塔了 哇 刚刚我在里面讲话是超辛苦的 要控制一下升量 因为不能太大升 通往最高楼呢 还有一个景区是可以调望到 东京铁塔的美景哦 我可以先上去楼上的吧 我可以先上去楼上的吧 就不是理想请 你自己先上去拍照 看着吃点 事先上去看 我感觉看看 这两个月 辣植子 我就先上去高楼 你去 прог音力 你自己下车 而且呢 有一點不太喜歡的就是 隔音真的很不好 就隨隨地都會聽到隔壁的打霧聲 像我昨天這樣子 我已經睡醒了大概有五六次左右了 凌晨十二點睡 然後五點多就起身了 那這樣性價比高的 膠囊旅館你會想要嘗試住嗎 好啦各位 今天推薦給大家 住的這一個九小時平價的膠囊旅館 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影片呢就介紹到這裡啦 喜歡的話呢 不要忘記這個底下 替我按個訂閱關注 打開小鈴鐺 拜拜